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 生生器里面的一个挤压生生器 那么这个挤压生生器应该是所有生生器里面 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生生器了 没有之一 那么在我们所有的一个建模的环节里面 几乎都要用到这个挤压生生器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挤压生生器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它是为我们的这个样条服务的 那么在当前这个场景中 我已经是新建了两个圆环 那这两个圆环就是单单是一个样条 它是没有一个厚度的 那么我们对它按Ctrl加R进行渲染 这个样条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挤压生生器 我们来新建一个挤压 把我们的这个圆环拖到这个挤压里面 好 那么这时候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样条 就会生成了一个厚度 并且变成了一个多边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挤压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继续新建一个挤压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这个方向的圆环拖到这里面 那么这时候我就发现 我们旋转一下这个角度 就看到它现在挤压方向是不对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挤压生生器 它是有一个方向的 我们来看看在这边 好 它在这边有一个移动 那么我们先对它的一个J轴进行扩充 就看到它是有一个方向的 那么现在由于我们这个圆环它的一个方向是不对 它现在仍然是沿着这个J轴来扩充 所以这个方向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J轴改成0 由于我们这个圆环方向是沿着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就是要沿着它这个横折面 X轴 我们看看是沿着这个X轴来进行一个扩充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挤压就是要扩充它这个X轴 所以我们把它X轴移动 100C 好 那么这时候这个挤压的方向就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下面的一些参数 在这边有一个细分 我们看到当它挤压这个厚度面 它现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细分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增加它 继续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横折面上面增加一系列的细分 那么下面有一个这个等参细分 我们增加发现是没有任何一个效果的 那实际上在这边有些人是习惯性的 把它采用一个等参线的一个显示方式 在这边我们把线框改成一个等参线 好 改成等参线之后 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来增加 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分段的一个改变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改回我们最习惯的一个线框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反转发现 那么在这边我先把这个删掉 好 我们把这个挤压 对它进行一个转成一个可编辑对象 也就是说对它C掉 我们按快键C 好 那么C掉之后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单单的一个对象了 那么我们在这边选中这个面模式 我们来选中它这边的一个面 好 这时候我们开启一个发现的一个方向 我们开启之后 就看到我们选中这个面 它在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线条 然后来显示我们当前选中这个面的一个方向 是沿着外面指向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发现方向 好 那这时候我们按Ctrl加z退回去 好 如果这时候我们勾起这个反转发现 好 勾起之后我们再次对它C掉 C掉之后 现在我们点击 发现我们刚才这个白色的这个小样条 好 现在是没有了 原因就是它现在是指向于里面 看到没有 我们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挤压的内部 那看到它现在的方向是指向于这个里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反转发现的一个参数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成级 那么我们退出在这边 看到在这边我已经是对这个空主打包了一系列的这个圆环 那这时候我们来新建一个挤压 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四个圆环拖到我们这个挤压里面 发现这四个圆环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 那由于它里面是有一系列的对象 那么这时候如果想要有多个对象一起生效的话 那我们就要开启这个层级 勾起这个层级之后就发现 它里面的所有的参数都可以一起进行一个挤压了 好 接下来它旁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封顶 那么我们把这个同样的删掉 我们来新建一个圆环 那同样的给它添加一个挤压 好 我们把这个挤压的厚度稍微增加一点点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进入这个封顶 我们看到现在它挤压是完全是沿着这个J轴方向进行一个挤压 在它转角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转角 好 那么我们这时候如果想它在这个转角处有一些倒角出现 那么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封顶 在这边我们可以开启圆角封顶 开启圆角封顶之后就看到了 在这边有一个倒角出现了 那么在这边有一个顶端还有一个末端 现在我们仅仅是在顶端开启一个圆角封顶 它后面依然是没有一个倒角的 那如果你想后面也有倒角 那么我们就把这边也改成一个圆角封顶 那么现在旋转过来 后面也有一个倒角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算数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无 就发现它是掏空了 在这个正面是完全没有一个封顶 那也可以给它单单开启一个封顶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默认的情况 也就是说仅仅只有一个封顶 没有一个倒角 也可以单单的开启倒角 好 那现在它是有倒角 但是没有正面的一个封顶 那么通常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开启圆角封顶 既有倒角也有封顶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这个倒角的一个布幅 那么它现在是一个比较生硬的一个倒角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布幅 那么现在它这个倒角就变得比较圆滑了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半径值来改变这个倒角的一个大小 好 同样的后面的这个倒角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我们也给它加一些细分 改变一下半径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也可以修改这个倒角的一个类型 它默认是一个凸起 那我们把它改成一个线性 改成线性之后 即便我们给它添加了细分 它同样是一个比较生硬的一个线性的转角 好 那也可以改成一个凹线 那么凹线之后 它现在实际上是凹下去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就看到它是凹下去的 那也可以改成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现在在正面了 就是这个正面的封顶 就是内嵌了一点点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步幅的 那么在这边它就是往里面凹一下 那么也可以改成两步幅 那么它这个倒角就有两个一个转角位 也可以改成一个雕刻 那么雕刻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它改回一个凸起 改为凸起就是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圆弧的过渡 那么在下面有一个平滑着色 那么这个平滑着色是控制我们这个倒角的一个平滑着色 如果我们把这个平滑着色改少一点 改成2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看到 当前我们渲染这个倒角就变得比较的生硬了 这个着色 那么我们把它改成默认的60 我们再来渲染一针 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圆弧的过渡 好 那么这个就是倒角的平滑着色 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外壳项类 然后我们来切换到旁边的这个挤压 好 在这边我已经是画了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我们对它开启一个挤压 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同样的我们对这个挤压开启圆角封顶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它的一个半径不要改那么多 让它改成8cm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外壳项类 那么外壳项类实际上我们是取消勾选之后 那么就看到我们这个外壳 它就是向里面凹陷下去 好 那么还有一个穿孔向内 那么穿孔向内就是 如果当前我们这个样条 它里面是有一个穿孔的 那么就是控制它里面穿孔的一个倒角 好 勾起之后 那么它里面穿孔的这个倒角就向内了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约束 那么现在我们对当前这个样条进行一个挤压 然后开启它的一个倒角 那么它现在这个倒角是往外扩充的 好 可以看到当我们开启之后 这个倒角是往外扩充的 那如果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它的这个样条 好 我们定下来之后 是有一定要求 我们不需要这个挤压式向外扩充 我们一定要它保持我们这个样条的一个大小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勾起这个约束 好 勾起之后 我们即便加了这个倒角 它也不会超过我们的这个样条 好 假设我现在对这个倒角大幅度的增加 它只会在里面进行一个增加 不会超过我们原来的这个样条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约束的使用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创建单一对象 那么它默认是没有勾起的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对当前这个 增加了这个挤压生生器的这个对象 吸掉 吸掉之后 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些多边形 好 那如果我想把它变成单独的一个对象 我们就可以勾起 勾起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吸掉 那么它就是单独的一个多边形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圆角UVW的一个保持外形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到我们当前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就看到它在这个倒角里面 现在这个倒角的这个材质 它是跟我们正面不大匹配的 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开启 让这个圆角的UVW也保持外形 开启之后 那么就发现我们这个倒角就跟我们正面 相对来说更加匹配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参数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是控制我们这个封顶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正面还有背面的一个类型 那么现在它是一个MGAN的 那么什么是MGAN 我们来新建一个平面 那给大家讲解一下 MGAN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把它的一个 我们看到当前我们这个平面 它里面每一个面 实际上都是仅仅只有四条边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MGAN 就是说它的一个边数 如果一个单独一个面 它的边数是多于四条边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MGAN的一个多边形 那么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避免我们这些MGAN的出现 那么看到我们当前这个平面 它里面每一个面 都是仅仅只有四条边 所以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MGAN的 那么包括我们新建的一个三角形 在这边我们来旋转一下 好 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单独新建一个多边形 它是现在是四条边 那么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多边形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边开启三角形 同样的它是少于四条边 那么它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多边形 但是如果像是我们当前这个模型 在这边我们看到 当前我们这个正面 实际上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边 组成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MGAN多边形 好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不想这个正面 MGAN 或者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个C调 C调看到 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MGAN线 提示出我们这个面 就是一个MGAN的面 好 C调我们Ctrl加C 那如果我们不想这个面是一个MGAN面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 把它改成一个标准的四边形 或者是三角形 那么在这边 先来对它进行一个四边形 那么改成四边形之后 可以看到它会把我们当前原来的这个MGAN面 进行一些细分 那么我们看到 单独的这个大面 它是有1 2 3 4 实际上它就已经是把它变成一个四边形了 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面 实际上都是仅仅只有四条边 或者是三条边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 虽然它把MGAN进行一个 变成了一个四边形 但是这个四边形 是进行一个拉伸的 还不是一个标准的四边形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勾起这个网格 勾起之后 它就会把所有的这些面 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四边形 好 那么在这边还可以调整一下 它里面每一个标准的一个四边形的一个宽度 那么在这边 假设把它改成20 那么就看到 它里面的这些每个标准的四边形 就变得宽一点了 好 那么改成这个四边形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是用一个MGAN的模式 然后我们对它打包一个组 AUT加G 这时候我们对它进行添加一个扭曲的变形器 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增加一点 然后现在方向不对 所以我们让它旋转90度 那么把它的一个宽度 扩展一下 高度也扩展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扭曲的一个强度 当我们大幅度增加的时候 那么就发现我们这个MGAN 在进行扭曲之后 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折衡就来了 所以我们就很有必要把我们这个MGAN 改成一个标准的四边形 改成标准四边形之后 现在我们来渲染一针 发现它这个转角 这个进行了大幅度的扭曲 还是比较的平滑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顶 把它改成四边形或者三边形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关于挤压的一个讲解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